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说杨子这几年的作品数量不多 但是口碑都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和邓伦 罗云熙合作的《香蜜》沉沉浸如霜 至今在豆瓣上的评分依旧稳定在7.7分 可见那部剧的质量 去年夏天 杨子和李线合作的《亲爱的热爱的》也成为一时的爆款剧 那部剧也让杨子和李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韩商言和童年这对官方CP 即使在电视剧结束之后 还依旧在进行着互动 今年杨子生日 李线采点送去祝福 李线在微博发文为他庆生生日快乐 平安顺遂 然后又编辑改成 生日快乐 万事顺遂 平安喜乐 还是彩点11.06分发的 杨子也在评论中回复 谢谢我献哥 不要再问我要啥礼物了 直接邮寄就可以了 每年杨子生日 张一山永远都不会缺席 两人从家有儿女中相识 一路走来 虽然很多人都希望两人能够有不一样的发展 现实却是两人会一直都是好姐弟 今年生日 杨子嘴上说着 别助我生日快乐 转头就向张一山要红包 张一山还将两人的聊天记录晒在了微博上 至于杨子最后要没要到红包 估计也就他和张一山知道了 这次杨子生日 有一个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杨子送去了祝福 结果却遭到杨子回怼 他就是刘学义 一步流离 一次爬山 让刘学义在邪星的邪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在2016年他和杨子 李一峰一起合作了青云志 当然 那部剧里还有诚意等人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 刘学义每年都会在同一条微博下祝福杨子生日 本期话题 杨子生日 祝福杨子生日 形成立录音